可以看很遠嗎 這是放槍的 然後逛就是這樣 看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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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一大片四片 有光字耶 好遠喔可以看 你可以看到對面的效果快 三零雞 好遠喔 2023年的暑假 我們第三次來到澎湖 將前兩次沒玩到的景點 遊戲都中過了 而這部第二集會喊開第三次去到的景點盼活動 而有些畫面因為只有照片 請大家多多包涵 上集中我們來到了西雲 除了上集提到的酸曲橋和池溪掩護 附近的外樣觀景臺 西雲跟港湾二卡聚落也可以順遊 這個景點好像是今年南台 開始有人注意到 因為某來一趟很像希臘的聖通里尼風光 素有小希臘的名稱 給開小希臘的名號 我很喜歡這種寧靜的漁村風光 台灣很多地點也是有國際及景點的風貌美美 距離外岸觀景臺約過五分鐘的車程 就可以抵達西雲燈塔 西雲燈塔為台灣最古老的燈塔之一 又名漁翁島燈塔為二級古蹟 創建於西元1778年 經過都是整修在1824年才有今日的西式外型 據說西雲燈塔最佳的造版時機是夕陽10分 可惜我們這次來到西雲實在接近正午的時刻 只能觀看最強烈的陽光 無緣和夕陽 趙旅車 這個看起來很不幸 這個人也是一樣 不知道在觀眾的眼中是不是能感受到我們當下所接收到太陽的熱情呢 我也喜歡的身體 我沒有拍照 你也喜歡的 離開這個美麗的觀光景點 下一站我們會到附近的西雨西台遊客服務中心 也就是西雨砲台 西台遊客服務中心可以當成是一個休息點 裡面有冷氣和洗手間 而旁邊的西雨砲台也是國定國際之一 西雨砲台始建於西元1683年 而現今配備6吋及12吋口徑的阿姆斯坦冷大砲各一門 10吋銅型砲二門及銅砲二門 都是1889年保存至今的砲台 在西雨還有一個知名的聚落 二坎聚落約有400年的歷史 建築約有200年歷史 目前列為國家的三級古蹟 我們所帶的地點則是二坎停車場 當天很多小爛貓 在附近有一間惡解的店 裡面有素食菜單可供素食同好者參考 簡單的炒飯炒青菜對於我們這些曬到頭暈的遊客來說 已經是人間美味了 這款聚落處處都有傳統建築 好有澎湖當地的傳統文化 只是太熱的時候 我們只想要盧貓 2022年造反的時候 貓真的有夠多 但是2023年再次到同一個地點 已經看不到這些貓咪的蹤影了 希望他們都遇到了好心人 有個溫暖的家 網紅YouTuber張小胖和魯特 推薦的老樹下刷冰就在我們附近 天氣也熱 我們沒有任何的猶豫 就進去吃冰囉 夏天的澎湖能吃冰是種幸福啊 夏天的澎湖能吃冰是一個特殊的玄武岩海石地形 也推薦去走走看看 只是要利用你的超能力想像著那是一隻金魚 會比較能夠意味那種境界囉 離開西域 我們千萬白插香的另一個網紅造景點 天堂 白沙霍寮天堂路是東朗舊碼頭所留下的碼頭堤房 蜿蜒的堤房延伸進入海中的樣子彷彿是一條夢幻的道路 這裡排隊等拍照的人潮堪比郵局沖原餅一樣多 但是速度比較快的喔 而在白沙鄉有另一個室內景點提供您參考 澎湖水族館 雖然沒有屏東海參館的覆利大 但館內也有海底隧道以及觸摸池還有冷氣喔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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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